周一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总体来看今天指数走出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结构 那么很多人就问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怎么看呢 我们还是来理性分析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今天的分石图结构 分石图结构呢今天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探底回升 扫盘开盘之后有一点点弱反弹 然后弹不上去之后主力选择向下第一波 第二波接着第三波 第三波出现情绪面超跌之后 接着出现情绪面的反弹 从目前来看它是反弹 而且刚好也是走了三波 非常巧合对不对 这真的是巧合吗 这个低点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低点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非常标准的技术图形了 再没有比这更标准的技术图形了 基本上是教科书式的 另外出现了这种图形呢 其实第一呢说明短期后面是有反弹的 尤其是在这个位置 今天这个探底回升 特别是这一波的回调 相对来说很多不坚定的筹码 应该是已经抛掉了 而且今天是中秋佳节的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后面紧跟着就是中秋佳节了 在这里的话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看成交量 今天整个成交量的话 总共一万三千四百亿啊 有的朋友看是缩量了 其实呢也不完全如此 因为今天北上资金没有进来 我们正常看北上资金 每天的成交额贡献量 大概是在一千亿左右 所以今天如果说按平常的话 它应该是一万四千四百亿 那短期的话量能依然在量能依然在 可能相对来说就还能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市场情绪 今天市场情绪的话 两千多加下跌 一千多加上涨 属于四六分化 四成上涨 六成下跌 那短期呢我们看热点分化也非常明显 涨幅超过百分之三的大概有四百多加 跌幅超过百分之三的大概有五六百加 那整个市场的话 第一今天市场相对偏弱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赚钱效应 尤其是前期跌的比较多的板块和个股 今天反弹比较多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指数表现不错 指数表现不错代表什么 代表今天大白马大消费表现不错 实际的话也是如此 为什么表现不错呢 可能跟一个消息有关啊 关于这个国货啊 这些相关的这些一部分基金啊 要入市的话 这个因素影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指数日线级别的形态 日线级别呢 今天算是在这个二十日线附近止住啊 止跌了 这个位置算是止跌了 这我们昨天说到了二十日线的支撑非常重要 那么二十日线既然止跌了 大家就比较关心截后了 我们只能从技术角度分析 因为这个节假日期间的消息们我们没看到 结果的话在这个位置我们前面跟大家讲到了画一条通知多通通道 对不对 那现在呢已经逐步了接近这个通道 今天呢实际啊 最低点也是在这个通道 自己可以去画呀 那么既然最低点在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的话 后面它就会形成一条轴 这个轴的话 我们看指数在这位置能不能稳住啊 在这个位置如果说稳住 这个支撑稳住的话 慢慢能不能再爬起来 然后沿着这样的通道 我们A股慢慢的往上走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涨多了 你小心一点 跌多了 机会也非常多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 有一部分个股受到热点板块的拖累 跌的比较多 反而到了下午之后 拉起来的时候也非常快 更多的机会嘛 对不对 包括我们讲到了10月1号之后 包括相关的一些很多板块 包括环保等等 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利好 如果说市场有新的热点出来的话 那么老的热点回调也就回调了 资金搬家嘛 对不对 非常好理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板块方面的情况啊 因为指数的上涨 离不开板块的推动 板块方面呢 我们看到今天涨幅趋钱的主要集中在 第一呢 医疗保健啊 前期跌的比较多 然后底部筑底的成功之后呢 今天出现了反弹 另外酿酒 润化工等等啊 这几个消费类板块的上涨 主要是跟那个国货 ETF有关系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包括旅游 船舶 加用电器 券商等等啊 券商今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关键时刻 它的拉伸 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半导体等 也出现了反弹 包括环保等等啊 未来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种 热点的这种现象出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整个 跌幅剧前的板块 跌幅剧前的板块 主要集中在周期性品种 周期性品种可以说全都是下跌的 这是我们前面提示风险的 虽然呢 当时涨得很猛 但是呢 我们敢于出来啊 跟大家说一些事实的情况 那现在的话 确实也基本验证了 煤炭钢铁有色啊 大跌 其实今天盘中的话 跌幅更大 虽然拉了起来 但是风险还没有解除 肚子之外 包括化鲜等等啊 那么整个市场当中 其实马上 大家应该有一种感觉 好像又开始变了 是不是后面的风格又开始变呢 如果说指数还要继续往上涨的话 风格必须变 为什么风格必须变 老的热点不能再拉了 必须要换新的热点 此消彼涨过程当中 如果说新的热点 包括消费类的 如果说能够出现啊 能够哪怕只能涨半个月 一个月的话啊 这样的话这些周期股调一下 两个轮动好了之后 然后下个月的话 再下下个月的话 再轮动啊 这样这个月你涨 那个月他涨 然后呢 这样的指数才能慢慢的往上爬 某一个板块一直上涨 绝对是风险啊 这个非常好理解吗 你拉上去了之后 你砸下来 不是其他的不是泥沙俱下吗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期货市场的情况啊 期货市场的话 今天啊 大部分都是偏这些防御品种 包括很多都是农产品啊 苹果菜 破鸡蛋 包括淀粉啊 梗燥等等啊 短期的话 这些农产品上涨 农产品上涨 反过来就是什么啊 周期性大宗商品的话 今天出现了下跌 非常标准啊 铁矿 包括各种啊 黄金啊 白银啊 焦炭啊 什么东西全是下跌的 为什么呢 主要呢 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啊 就是这个短期的话 这个货币啊 包括美元指数的话 短期走的比较强啊 另外呢 整个大宗商品的话 走的比较弱 导致了整个周期性品种 短期调整 而后面是否有行情呢 我们只能等后面再看啊 现在我们只能讲当下 最后呢 我们做下总结啊 从技术面角度总结 然后下周三之后呢 理论上过完了之后 再下周的话 就是国庆节了 这段时间 节假日比较多啊 那么我认为的话 下周的话 可能有一个小的反弹 反弹完了之后呢 到了国庆节 之前几天的话 又有些压力 但是呢 国庆节前面的几天 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机会 尤其是倒数第二天 我们认为一般大型节假日 倒数第二天 下跌的幅度是最大的 如果说在当天下午两点半的话 如果说能够把握一些机会的话 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今天大反就到这里 祝点赞者 天天涨停板 大家再见 好